台北市長柯文哲選前黃金周回到家鄉新竹替高雄安催票 這個世界還是要有是非對錯 我覺得是這樣 在新竹對高雄的攻擊 甚至我都覺得這是動用國家機器 這太過分了 到一個程度我覺得會還是激起人民的反感 柯文哲也帶著妻子陳佩琪一起 看得出來新竹有多重要 畢竟這仗攸關到民眾黨未來走向 剛是柯文哲問鼎總統的前校站 相信主席回到故鄉 來跟我們一起站在一起並肩作戰 相信一定很多的新竹鄉親看到 也是會表達很多的支持 所以今天也蠻開心可以看到他的這樣 高雄安這仗可說是選得跌跌撞撞 爭議一螺框 最近在節目上開玩笑自嘲 前總統馬英九的死亡之臥 雖然已經道歉 但媒體人蔡世平認為高雄安最大敵人不是對手 而是自己不自覺的傲慢 這不只是不得體 更是高雄安自曝學霸之毫無智慧的盲點 或許是望死亡之臥正義能盡快平息 柯文哲帶過不多說 而藍綠對手同時間也沒閒著 您之間審慧有兩位落跑二人組 慣用不斷增加預算的方式 規避議會監督預算三騎跳 民意代表議員二十多年 還是不了解公務行政體系的運作方式 跟相關的法規 封城之戰爐連續舉辦精彩藍綠白皆數不得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